MING PAO TORONTO Hello YouTube 朋友大家好 我是Danny 歡迎收看Denman 826 頻道 今天來到ICC 101 樓這間龍骰飲茶 為什麼來到這裡呢? 因為前個星期有觀眾朋友發過短訊 說他來過之後的東西不錯 服務很好 我就上來試試和大家分享 今天去的龍骰酒家 是位於九龍環球貿易廣場101樓 是Sky Dining 101 的四間餐廳其中之一間 有獨立的高速電梯 直接可以上到Sky Dining 101 的樓層 如果你是新觀眾朋友 第一次收看我Denman 826 頻道 在這裡為你介紹 我的頻道會播放一些 旅遊、飲食、生活資訊相關影片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 真人真情分享 還未訂閱我頻道的 記得按個免費訂閱鍵 和鈴鐺啦 當我有新片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今天都很好安排了一個窗口側邊的位置 看下去風景很漂亮 因為這裡其實是101樓 即是高於Sky 100一層 又低於上面 Race Carlton 和天龍軒一層 在101樓這裡 在五市這個時段 有點心供應餐牌的選擇都有不少 另外也有些五市套餐可以選擇來吃 我兩個朋友坐在旁邊 叫做一個398元一位的五市套餐 等性拍片段和大家分享 不過我就選擇了吃點心 其實觀眾朋友也介紹我來這裡 看點心的菜單的價錢 其實跟在原房下面幾間酒樓都差不多 反而便宜過天龍軒 我剛才看見都是五、六十、六、七十 就叫一碟黑毛豬叉燒來試試 看看它跟樓上的天龍軒有沒有分別 我覺得叉燒以這個價錢268元 就不太突出做得很普通 很韌的咬下去 但味道的汁有點淡 不夠濃烈 就是表面有少少醬 沒有什麼叉燒豬肉的味道 相比樓上的天龍軒 天龍軒的叉燒雖然是貴少少 但真的好吃很多 如果大家想看影片 可以按右上角的連結 還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剛在Riskalton的快閃優惠 訂了一個天龍軒的陸道菜 下個月再去吃了 大家不想錯過我的影片 記得按訂閱小鈴 現在點心就來了 剛剛來了一個香噴噴熱辣 它有一個石窩裝著 這是和牛包 它的賣相都很漂亮 它有一點燒焦的印 好像做成一塊葉 包下面有很多洋蔥 它的石窩還熱的時候 煮得焦焦的 味道很棒 先試一下洋蔥 嗯 洋蔥也很好吃 這個和牛包很鬆軟 因為不會太韌皮 它裡面的肉餡 應該是和牛肉 吃到一些和牛的味 還有一些黑椒的味道 醬汁 這個也很熱的 這個也不錯 帶子腸粉的賣相都很漂亮 它的皮夠薄 裡面放了一點點脆肉瓜 再加上薄切的帶子 還有吃下去帶子 是有些帶子的鮮甜味的 不錯 原隻鮑魚酥 這個 不是說很大隻 它這個鮑魚酥 不會說冷 因為我吃過一些 酒樓的鮑魚酥 它的酥皮好像冰冰 這個有點和和暖 鮑魚都很軟 這個是陳皮星斑餃 應該是星斑魚肉 上面放了幾片的陳皮仔 很香的陳皮味道 裡面的肉 其實也加了少許蝦膠 你看到有少許粉紅色的蝦 但是魚味也很重 蝦餃的樣子都不錯 它的皮夠薄 精型通透 又夠雪白 裡面的蝦 突出了少許粉紅色 上面就放了少許金薄 顯得特別珍貴 現在試試蝦餃又如何 蝦餃的味道都不錯 它的點心 我發覺不會太濃味 不會太鹹 我覺得它的味道剛剛好 蝦是夠爽口 爽口大 這個山竹牛肉球我很喜歡 因為它有很多芫茜味 又有少許馬蹄粒 點了一些芫茄 加上鮮竹食 這個也很棒 叫了一個荔芋盒 就叫做荔芋盒 就叫做荔芋盒 就像芋角一樣 剛剛切開了 看到裡面的材料都挺漂亮 它好像蔬菜粒一樣 加上一些芋蓉 不只是芋頭 加些豬肉 雞肉 它又不是說 塞滿了全芋盒 都是芋頭用 因為吃太多的時候 會太膩 吃下去 就有少許薄薄的 鋪在表面上 加了少許餡料 很脆 有些牛油香味 有一股西式的香味 我們叫的點心 就差不多來了 還欠甜品 現在看看我朋友隔壁 吃的五市套餐 套餐包括有一個龍曬燉湯 這個是黑松露焗青鞭鮑魚 另外有炭燒黑豚肉 還有三款的點心 包括有叉燒腸粉 黑松露素粉果 還有護絲春卷 最後還有蒜蓉炒拍菜苗 還有一個一品炒飯 叫做甜品是羊枝甘露 看上去都幾足料 都是芒果 柚子肉 西米不太多 反而是多了果肉 夠冰涼 味道都很好 今天賣單兩人是987元 但我覺得叉燒268元 可以不叫了 寧願多吃一兩款其他點心 以這個價錢 在這個環境 服務水準和食物 我自己覺得就OK 今天在龍曬的飲茶點心 都相當滿意 環境不錯 地方舒適 食物水準都OK 因為它的價錢和在下面的很多酒樓都差不多 是原荒裡面幾間高級的酒樓 但上來這裡當然的景觀都不同 感受都不同 所以都可以試一下 不過這個都不是廣告 大家記得自費用餐的分享 我喜歡的口味 有時候也未必和你一樣 如果你和我的口味一樣 你可以來試一下 觀眾朋友喜歡我今天在這個 ICC101樓的龍曬 和大家分享這個點心飲茶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hare給朋友 還未訂閱頻道 又想要看一些旅遊飲食 生活資訊影片的話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當新片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G 我看到一些特別優惠資訊 在那裏和大家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ian